伸手不打笑脸人 相比扑克脸 相信很多人更加喜欢跟笑脸人打交道 你们说是吗 一 见面就笑着 一般来说 如果是见人便笑的人 多是性格开朗 脾气较好 是值得交往的人 且感情丰富 能体贴关怀别人 喜欢帮助别人 善于表达爱情 勇敢追求自己的爱 柔情起来常常用举止来表达 令人感到幸福无比 二 笑时皮笑肉不笑着 一般来说 如果是皮笑肉不笑 有时我们也很难分出 他是在笑还是在哭 多是一般理想目标较远大 做事沉稳 浴室叫冷静 有时付出很多 却难得回报 婚姻感情方面比较顾家 对亲属家人叫好 这样的人很难表现其柔情的一面 三 笑时冷冷的笑着 一般来说 如果是常常冷笑的人 多是极度心极强 做事谨慎 很有上进心 小事也叫认真 感情方面极为自私 对爱人的占有欲强 对喜爱的人百般痛爱 对烦的人百般痛恨 爱情分明 偶然对爱人的激情 是其柔情的表现 四 笑时眯着眼者 一般来说 如果是笑的时候 常常眯缝着眼 多是性格和善可亲 处事待人都很平易近人 遇事比较理智 恋爱方式比较简单 喜欢就是喜欢 用情较深 异性缘比较好 桃花运势也比较旺 柔情的表现 常常是眯着眼 对你笑个不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队 在电话中 不是耍崇匀 偶然正更有难